汽车发展到现在已经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如果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都会选择买一辆汽车 这样一来以后的出行都会变得十分的方便 无论是什么商品都会有价格上的区别 普通一些的车子就会卖得比较便宜 但如果是豪华一点的车子 那肯定价格就会变得很高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五款汽车 你都认识吗 首先排名第一的就是黄金跑车 这辆车的价格在20.3亿元 据说是由一位阿拉伯的富豪花了2亿8千万欧元打造而成 堪称世界最贵装饰最强的车 最高时速在120kmh虽然它是跑车 但是它却从来没有上过路 因为只要一开始跑 就会每100公里掉50克的黄金 若掉快7 那它的价值肯定也能够买一台法拉利了 实际上它是电影《天降骑兵》中的道具 这辆车的价格一直都在不断的升值当中 第二款汽车是劳斯莱斯的银妹 这辆车子出现在上个世纪 距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如今的价值有15.5亿 随着时间越过越久 这台银妹的价格也就会变得越来越贵 毕竟它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第三款汽车是来自兰博基尼的爱马仕 在2005年日内瓦车展上出现的 一辆入门级概念车 有不少人都声称它的价格在3.8亿元 实际上这都是杜赚出来的价格 它原本没有价格 更没有量产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辆车是兰博基尼首席的设计师亲自设计 凭借好的名声和材料 价格确实非常的昂贵 第四款汽车 来自德国的奥迪派克风 这辆车的最高时速 能够达到249公里每小时 车身采用全碳纤维材质进行打造 这种材质通常会出现在 售价昂贵的跑车身上 即使是一小块碳纤维式版价格 也贵得离谱 因此派克风光 凭借车身 就需要花费不少的成本 因为奥迪派克风 只是奥迪汽车推出的一款概念车 这款车后来并没有进行量产和上市 所以全球目前确实就只有这一辆车 第五辆汽车来自布加迪的名下 这辆限量跑车 布加迪Love Watchmen War的价值 在1.2亿元左右 由于是限量款的汽车 又变得很稀有 所以价格昂贵 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 购买这台车需要交付昂贵的保险费用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这些车子肯定都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